国产大飞机C919 完成了商业首飞 神舟16号载人飞船 发射取得圆满的成功 一个季度汽车出口量 中国达到107万辆 超过日本 居世界第一 近期中国在制造业领域取得一连串的成绩 引发外媒广泛的关注 有外媒的评价说 这一连串的新闻加起来 表示中国正在进行第二次的工业化 在第一波工业化的浪潮里面 中国当时主要是帮一些发达国家生产廉价的制成品 这是事实 目前现在中国正在进行第二波 现在中国瞄准的是尖端知识物集型的产业 举例 C919就成功实验了商业首飞 现在中国可以和波音和空客竞争全世界的商业大飞机市场 在中国市场看回 中国的比亚迪的销量已经超过了第一名德国大众集团 而且抢夺了中国市场的第一之外 也向世界市场进军 中国与认真的高尖端的科技 当然是太空的科技 现在中国已经宣布2030年之前要实现第一次登月的计划 这一连串的总的成绩加起来 很明显中国已经进入第二波的工业化 开始进军航空航天这些以前西方领先的领域 中国已经上来了 有一部分很大部分其实已经超越了 近年中国的产业升级的势头很强劲 技术的含量是越来越高 附加值是越来越大 这些全部加起来支撑到中国的经济平稳运行 而且是有比较高的增长 当然没有以前可能8%那么高的增长 但是现在这个比如说5% 6%的增长 都是在世界上一个这么大的经济体 是不得了的一个真正的增长 根据美国商业内幕的网站指出 中国企业现在在太阳能组建、锂电池、风力温轮机等方面 生产力已经领先 中国在电动汽车在续航的里程 动力的传动系统和智能化方面 也不断地增强 甚至在世界上进入领先的地位 中国这个亚洲巨人在工业发生了 这些转变 转变是什么呢? 就是从中国制造 由晋升为中国创造 中国工业的变速这么快 出现在哪里呢? 就是航天的领域 另外就是半导体、人工智能的领域 亦都是迅速地继续追上去 现在呢 全世界就是捏 中国的半导体、晶片、芯片的生产 这个呢 这个我自己觉得 你几年之后看回 你就发觉 其实中国可以克服到这个问题 到时候呢 你会见到 中国在这一方面 在这个芯片、半导体方面 那个 成就在哪里? 不过大家 不妨 放软双眼光去看看 你千万不要看小中国人的决心和能力 熬得聪明 肯做 我相信没有什么做不到 现在中国的决心是推动 工业化从一个普通的制造 向制造 智就是智力的智 向这个方向转变 加快在一些重点的制造领域 的数字化 和智能化的发展 硬科技企业是得到政策性的支持 这跟很多地方不同的就是 中国的政府是有政策 有很多东西是会支持 去扶持 那种产业的成长 就不是 任得他自生自灭 那些资金是盲目的 在市场上流转 忽略了一些 有前途的战略性的产业 这样做 这个政策性的扶持 是展现了 中国政府是着重发展 实体经济 很有很强烈的 意志 和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努力 对比某一些国家 或者是他是赚钱为主 就将最聪明的人 去了一些投资银行 炒卖的行业 炒地产 也好 金融也好 或者 数字货币也好 他将一些聪明的人 可能从小学来读书 都是读金融 金融 去赚钱 25岁已经发达了 30岁就以后不用做 走了一条这样的道路 但是中国就不是 中国是走 实苦实葬 一些产业的 所以你看到中国的产业 真正的科技 是能够进步得这么快 是有深层的原因 至少是他人力的资源的安排方面 以及政府政策的 扶持 是起到 决定性的 一些 关键的因素 现在中国是加大 很加大的力度 是实施 一些基础业 产业的基础 再做的工程 去推动 整个制造业 去高端化 智能化 和绿色化的发展 政府是有一个 vision 一个策略 然后就是 用很多政策 去推动 去配合 就不是任由得 比如说这个行业 找到钱 有钱 去做这一样 每个人是窝蜂去做 一赚完之后 就短期 几年之后 赚到钱 又走 拿钱 又找第二笔 中国不是用这个策略 现在中国 很明显 现在是具有全球 领先单一规模 全世界最大的市场 当然这个市场 亦都可以 支援到很多的产业 去发展 不断地改进 因为有这么大的市场 这些产品 可以生存 做出来 有人买 可以不断地磨练 产业的产品 降低成本 然后将它的工业 在中国的市场 继续 再向全世界的地方 进军 再向世界的地方 发展 变成一些创新 低碳 绿色基因 这些高科技的产品 都可以在中国 培养之后 再成长 然后再走向世界 根据数据的显示 今年首四个月 以电动汽车 锂电池 太阳能电池 为代表这些高科技产品 合计出口已经有多大呢 3500多亿 同比增加了72% 经济很困难 但其实 原来中国在这些高科技产品 增幅这么大 现在中国制造 快速发展 已经变成一个制造的强国 这是智力的 现在 我们说的事实就是 中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 联合国产业分类 做了一分类的 全部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 全世界之后 中国是有这么齐备的 产业链 现在中国是加速 向全球价值链里面 中和高端 埋进 全部 中国都有做的 现在向中高端 埋进 加力 数据显示 在2022年 中国总的所有的工业增加 那个 增加的值 是突破了40万亿 占全中国的GDP的比重是33.2% 这是总的工业 其中 製造业 只是说製造业 增加值是占GDP的比重是27.7% 很大的比例 这个数字是连续13年 是世界的第一名 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 相信 中国仍然是全球制造的 就算不是说 永远保持这个 制造业规模 连续增长 是世界第一 但相信是一个很长的时间里面 仍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全球制造业的 一个 我们举一些具体的例子 例如 汽车制造业 我们看中国 在过去一段时间 比如说 五年 过去 五年 十年 中国的汽车业是怎样的呢 以前 高档的汽车全部都是 外资 外资的汽车 德国的汽车 日本的汽车 看看日本 近年来 日本的汽车 没有退缩 是加大在中国的投资 譬如丰田 在中国的工厂 电动车产能要提高 跟中国的车企 成立了合资的公司 日产 也在武汉 建了一个生产电动车的生产基地 这些日资的企业 都是继续在中国 投资 和做一些高端化 不做传统的汽车 因为中国现在 都是新能源汽车的天下 他们 是加大 希望能够进入 在中国的市场 扩大 他们的份额 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做呢 第一 中国的市场 当然是全世界最大的汽车 另外 中国也是有得做的 因为它有完整的供应链 还有很齐备的工人也有很好的技术 和有很好的质素 所以 其实在中国做生意 大有可为 比如日本公司 他们知道 在全世界他们都有投资 为什么他们会特别加大 在中国的投资 建厂 进入市场 和生产 当然是有它的原因 中国当然是有它的竞争力 另外一个话题 快速讲讲 来讲讲 亚格纳的叛变 24小时里面 峰回路转 亚格纳首领普利哥任 20年的老友 就是 白俄罗斯总统 劳卡申科 就出面 滑船 就在24小时之内 搞定 有很多人就说 为什么会找到这么远 劳卡申科 就是 现在表面看上去 因为他们是 认识了很久的老友 现在他们有共同 的语言 可以这么说 白俄罗斯 现在去了白俄罗斯 这个普利哥任 有一位政治分析家 他上电视 叫吉金 他就揭露了 劳卡申科和普利哥任 通话的 其中一部分 一些秘密 他说 其实 劳卡申科和普利哥任的 谈话 原来谈了整天这么长的 可能23晚 已经谈了整天 他就把部分的细节 透露了出来 这位白俄罗斯的政治分析家 吉金 就说 原来他们双方 劳卡申科和普利哥任的通话 是非常之艰难的 谈了很久的 而且他一直在说粗口 他一直在粗口连篇 在整个两个人的对话里面 他说 当时23号 深夜 雅格纳的首领 普利哥任 发起了兵变 第二天 即是 24天 上午 普京就打电话给劳卡申科 这位评论家就说 普京在电话里面 就说 对谈判的可能性 他说 跟普利哥任的谈判上 当时普京是持怀疑的态度 他怀疑普利哥任根本会不会听电话 因为当时 他没有 当时普利哥任是没有跟任何人交谈 或者联系接触的 但后来最终 普京是同意 是由劳卡申科出面 去进行 这个调停 当 劳卡申科 打电话给普利哥任的时候 竟然 普利哥任是立即听电话 据这位吉金评论家就说 两个人对话是非常 困难 粗口就满天 他的原句就是 他的内容 是会令到任何一个母亲都落泪地说 他形容这一次是真正的一次 男人之间的谈话 这是吉金的说法 吉金表示 通话的细节当然只有当事人才清楚 但是吉金在26日接受采访的时候 他继续爆料 他说 其实 原来俄方的各种官员都是不断地试图 联系普利哥任的 不同的官员 但是他实际上没有跟任何人有真正的交谈 谈不上 你不记得当时爆发没多久 俄罗斯的副国防部长跟他谈过 拍照出来 但是实际上 没有谈到任何东西 即是不合适的channel 根本谈不到 当时俄罗斯也有很多官员 是想联络他 但是 是失败的 吉金指出 劳卡申科 跟普利哥任 认识了超过20年 两个人是很熟的 而且都是用花名叫对方 即是熟度 不是叫名的 是叫花名的 这个表明他们的关系 很密切 他认为劳卡申科之所以能够担任这个滑船的角色 是因为他们两个是一种可以 共通理解的语言 其他人是没有的 即是他们的channel 是很够的 可能他们都是同类 老死的人 这位评论家吉金同时强调 劳卡申科 当时的语气 跟普利哥任谈的时候 是相当严厉的 是很重的 劳卡申科的语气 严厉来执行 具体来说 他摆出了一些条件和建议 向 劳卡申科提议 劳卡申科提议了一些条件 到最后 他说如果OK的话 我就试一下打电话 跟普京谈一下 最终 这个方案和计划 是得到接纳 得到普京的接纳 而执行了 至于 分析就是 为什么普利哥任 这位瓦格纳的创办人 会接受的和解 根据这位 分析家 白俄罗斯的政治分析家吉金 他的分析就是说 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普利哥任看到 他叛乱的总体 是被孤立的 是没有人支持的 普京在24号的全国讲话 是压制了局面 所有的政党 包括共产党当然 到地方的长官 整个俄罗斯的执政阶层 是完全支持普京 军队仍然是效忠 普京 如果你看到 譬如说 不同的官员 议长 那些全部出来都是支持 都是支持普京的 这竟然反映到 如果这件事正如我们表面看起来 原来 普京的威信在俄罗斯是很高的 是动摇不了 普利哥任 虽然很多人都有人跟他拍照 握手支持他 也是打仗很厉害 但是他距离 跟普京叫板的级数 还有很大的距离 所有执政的阶层 俄罗斯都是支持普京 所以普利哥任他不是不想叛变 但是他没有这个筹码 他是被孤立的 根据 白俄罗斯通讯社的梳理 他在这两位 谈了整天的谈判之后 普利哥任最后接受了 劳卡申科有关停止 瓦格纳在俄罗斯境内行动 而是采取进一步的 措施 去缓和紧张的局势 之后 劳卡申科在当地时间 24日晚 就立刻 给普京 通报谈判的结果 普京就对劳卡申科所做的工作 表示支持和感谢 并且接受他的建议 那么说到 劳卡申科为什么在这个过程 扮演角色 正式的克里姆雷公是有说法的 就是他们说 实际上是劳卡申科自己 自愿去参与调停 原因就是说他和普利哥任 是有20年的交情 俄罗斯的官方是尊重劳卡申科 作为调停瓦格纳事件付出的努力 协议内容 我想大家知道我们不再在这里再详细说 根据 美国政治新闻网最新的报导 普利哥任的私人飞机 已经在当地时间27日降落在白俄罗斯的一个军用机场 当时是说他的行踪不明 不知道他去了哪 现在 根据政治网络 已经去了 他的飞机去了 白俄罗斯的军用机场降落 而在2027日 卢卡申科 白俄罗斯的总统是证实 普利哥任已经抵达了白俄罗斯 不是去向不明 的确到了 卢卡申科说 正如普京昨日的承诺 他27日说 普利哥任已经得到他自己的安全保证 卢卡申科就说如果 瓦格纳有些兵去了 希望留在白俄罗斯停留一段时间 卢卡申科是会提供帮助 不过费用就要由瓦格纳自负 当然 因为白俄罗斯没理由 用政府的钱去养着 这一级瓦格纳的人 暂时 最新的情况 就发展到这里 大家好 石楼台已经简化了订阅的流程 不用验证电邮 想付费订阅石楼台更加方便 我们都优化了视频播放器 网组比较慢的时候都可以看得流畅 如果有任何关于订阅或者使用的问题 欢迎你联络我们 你可以在香港办公时间 致电3181-3890 或者是用画面上的这个地址 发电邮给我们 石楼台有很多独家的内容 例如10分钟看中国 是其他媒体 比较少说的中国新闻时事分析 石楼台欢迎全球的观众订阅 在互联网搜寻巴士的布 去巴士的布的网站 就可以找到石楼台 希望你们支持巴士的布 订阅石楼台 多谢大家